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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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環球直擊 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河北洪水肆虐 桌州來水急需救援 薑姆斯在線方艙醫院 官方稱不見不醒 中共8.1建軍日 洛杉磯華人呼籲軍隊覺醒 誤助紂為虐 響應世界肺癌日 臺南市醫療院所聯合宣導防治 首先來關注中國的消息 中共當局未保北京 河北多地稱為泄洪區 目前 保定桌州市被洪水包圍多天 來水縣山區5個鄉鎮 斷電斷網4天 大量民眾被困 缺乏食水 急需救援 中共當局未保北京及雄安新區 持續泄洪至毗林的河北省 桌州市全城被洪水圍困已超過3天 至今水電及通訊中斷 2號 網傳視頻顯示 救援人員乘坐快艇營救被困人員 水深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高度 水深能達到7、8米、8、9米 最深的地方12米 現在去營救下一個被困人員啊 據瞭解 桌州城區、城西、雕窩鎮、 碼頭鎮、東城方鎮是重災區 大批民眾得不到救援 各地民間救援隊要有政府開的邀請函才能救災 引發批評 3號 雕窩靖雅中學幾個村轉以來的幾千人受困 沒有吃喝 發出求救信息 此外 桌州旁邊的來水縣也急需救援 山區的野三坡鎮 九龍鎮 龍門鄉等5個鄉鎮 斷電斷網4天 由於道路橋樑沖回 救援隊無法進入 網傳視頻顯示 野三坡鎮被洪水淹沒 3號 當地一家酒店老闆稱損失100萬左右 並發布視頻說 8月2號六時 河北省啟用永定河飯區泄洪 涉及河北省廊坊市和天津市武清區 北塵區等地 約11.7萬人被轉移 之前海河流域已有7處敘志洪區啟用 新潭記者雄斌 柏尼採訪報導 日前 有加姆斯居民發布視訊稱 發現居民區內有建方艙醫院的公示 對此官方回應 項目批下來了不見不行 消息引發輿論撻罰 視訊顯示 公示板上詳細羅列了加姆斯市將要建設的方艙醫院 包括佔地面積和所處位置 建設單位為加姆斯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 公示日期為2023年8月1日至8月9日 8月2日 加姆斯自然資源和規劃局工作人員表示 這個名義上是隔離點 但實際用處 現在也沒說 可能是疫情結束前提交的 經費已經下來了 不見不行 當被問到為何將隔離點建在小區內 工作人員稱 這是政府開會決定的 目前是公示階段 正在徵求居民意見 你們相信鄭主說的話嗎 這裡的地方到底等什麼忙 你就是那個項目批下來 現在不需要捏到反規 這個房子蓋好之後 他們產權屬於誰啊 他們所有的事都不可告人 這筆錢 到底這不是電方藏的還是買的 他們說的話 表姐多少都不要相信 這種工程零件是為了自肥的這種行為 你要不就自肥 你要不現在這種黑監獄這個泛濫 有沒有藉方藩業這種形式來做這個黑監獄 對一些黨民啊 這些不同意見的人 已經關押 非法拘禁 這個也不能排除 還有一個就更恐怖 你除非你能知道 後面還有一波比武漢肺炎還要嚴重的疫情 這不是一個正常行政的行為啊 後面還能層層通過 紀委啊 被介入調查 這個才是真正的羅叉國的醜惡現象 網上也是罵聲一片 有人說臉都不要了 自己信嗎 見什麼重要嗎 關鍵是見了 不修哪來的油水 據陸媒第一財經報導 方艙醫院的建設並非只在加穆斯進行 哈爾濱也有相關項目正在進行 哈爾濱市方艙醫院三期項目總用地面積19592平方米 主要建設內容為設置1000床規模的方艙及附屬用房 新唐人記者陳傑 李珊珊 舒燦採訪報導 在8月1號中共建軍節這天 洛杉磯部分華人舉行抗議集會 要求中共當局將軍隊歸還於名 並呼籲軍隊覺醒 中國人民解放軍這麼多年幫助共產黨做了什麼事 他們面對外部矛盾的時候 他們敢做什麼 他們沒有任何作為 他們只敢把槍火對準自己的老百姓 壓榨自己的人民 幫助統治者去穩固他們的獨裁政權 那試想這種軍隊它真的配的叫人民解放軍嗎 別說中共一黨軍制 別說中共一黨軍制 洛杉磯部分華人在8月1日中共建軍節當天 來到中領館前打出停止軍隊鎮壓人民 解放軍 黨衛軍等標語 呼籲中共軍人覺醒 他們表示 不同於正常國家的軍隊 中共軍隊是一個黨衛軍 是為了維穩老百姓 他們呼籲中共的軍人離開軍隊 卸甲歸田 我相信軍隊裡面絕大部分的普通士兵都是人民的兒子 也都是普通的百姓 他們也只是受到共產黨這種愚化的教育 還有一些謊言的欺騙 他們並沒有看清事實 他們以為他們在保衛這個國家 其實不是 我相信在解放軍 就這個內部 大部分都是好人 大部分都是老百姓 並且絕大部分都是農民出來的 他們也經歷了很多被壓迫的事項 也渴望能夠一個平安 穩定的生活 我希望胡耀一路走到黑 台海戰爭就是迫在眉睫 這些人的當官的肯定不會上 就是利益集團肯定不會上 這解放軍的普通的士兵就是炮灰 我希望那個能夠覺醒 能夠最好就是說能夠離開軍隊 最後他們還向中領館遞交抗議信 呼籲中領館官員效法譚思彤的政治改革的精神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楊揚 李珍奇 洛杉磯採訪報導 近日 谷歌下架了兩個間諜軟件 這兩個軟件的下載量曾達到150萬次 並且將竊取的用戶信息 發送到位於中國的服務器 來聽聽專家解析 近期 有兩個手機應用程序 引起了網絡安全公司Predio的注意 這兩個APP的下載量共超過150萬次 卻沒有任何的用戶評論 經調查 他們長期以來偽裝成數據恢復和文件管理軟件 隱藏在谷歌應用商店 竊取用戶的聯繫人列表 照片 時時定位 網絡供應商等 並將這些大量的個人信息發送至位於中國的服務器 我們認為最主要的調整 在公司期限上 据Predio公司調查 這兩個軟體均來自中國的同一個開發者 但難以追擊到幕後黑手 日前 谷歌向科技网站 Bleeping Computer证实 这两个软件已从应用商店中删除 Predio公司也敦促 曾经下载过这两个App的用户 应该及时把它们从手机中卸载 此外 在下载任何手机应用程序之前 应该仔细浏览相关条款和访问权限 并且应该更加当心下载量过万 但评论却少之又少的手机应用程序 以上是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博元 在洛杉矶的报道 下面再来看到今天的财经100秒 红博报道 日本半导体战略推进议员联盟会长甘利明指出 日本政府将为台积电位于雄本南部的第二家工厂 支付大部分费用 甘利明表示 这些补贴是为了振兴日本国内晶片制造业 印度卡纳塔克邦大中型企业厅长巴蒂尔 二号公布与鸿海董事长刘洋伟合照 确认取得双方投资意向 鸿海将投资6亿美元 从事有关智慧型手机组装 零组件生产 以及半导体设备相关投资 也会跟应用材料合作一项2.5亿美元的计划 生产晶圆制造设备 对此鸿海表示 一切依据公告而定 路透报道 中国疫后经济复苏失去动能 包括消费巨迫 联合力华 日产汽车 重型机具制造商开拓重工等跨国企业 纷纷发出在中国的获利预警 苹果公司和高盛集团周三宣布 他们今年4月推出的Apple Car储存账户 存款已经突破100亿美元 但外界揣测苹果和高盛可能拆伙 高盛正在洽谈美国运通来接管苹果信用卡 金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香港知名实业家及民主人士袁弓夷 最近发起香港议会 8月1号在英国伦敦举办记者会 希望实现真普选继续为港人发声 袁弓夷表示 中共对民主自由异常恐惧 显示其外强中干 政权岌岌可危 8月1号 香港议会在英国伦敦举办记者会 香港议会创始人袁弓夷 以及英国港交协会创始人郑文杰等 多位知名民运人士与会 表示希望以一个新的实体凝聚港人 实现港人追求的真普选 近期香港警方悬上通缉 袁弓夷等8名身处海外的活动人士 他在香港的亲属 也被警方带走问话 但袁弓夷认为中共的做法恰恰突现出 中共对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恐惧 中共的政权岌岌可危 正在加速跨台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赵启慧 陈斌英国伦敦报道 卡弩台风精明影响最拒 蔡英文提醒避免外出 欢迎回来 来看到台湾的消息 卡弩台风持续缓步逼近 估计这两天影响很大 北部受影响最剧烈的时间 在周四中午到周五清晨 北海岸市区可能出现强震风和豪雨 总统蔡英文今天上午 强往中央灾害应变中心 听取各部会防灾简报 除了提醒民众要留意台风动态及防灾外 也呼吁非必要不要出门 随着卡弩台风逼近台湾 总统蔡英文上午取消了接见行程 和行政院长陈建仁 视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 虽然台风的位置比较靠近北部 但所伴随的西南风 会对中南部再来影响 此外刚好我们现在碰到的是 年度大潮的期间 沿海地湾地区 要留意海水倒灌及鸡烟水 据我们气象群之研判显示 从今天开始 中南部的山区的雨量 会大量的增加 请隆林渔牧主持续来监控 各地降雨的情况 加强准备防范土石流 还有坡地灾害的发生 台北 新北 吉隆 宜兰 都宣布停班停课 蔡总统也提醒 非必要不要外出 尤其是现在是暑假期间 要特别拜托所有的国人朋友 台风线尽量避免外出 危险的场所和活动 要去例如危险的河床 登山 过溪 关浪 汽水 钓鱼 都不要去 蔡总统要求各部会 及地方政府密切合作 面对台风严阵一带 务必将灾害降到最低 新唐人亚太电视 陈辉摩正用如 台湾台北报道 接下来请看中国一分钟 七月以来 多名走线华人发起 中国人反对亲台行动 呼吁反对中共侵略台湾 表达中国人 不要被中共代表的心声 日前在纽约法拉盛 举行签名活动 有时多名亲共人士到现场捣乱 手撕标语 甚至将人打伤 受台风杜苏瑞 残余环流影响 北京从7月29号以来 强降雨不断 8月1日下午 永定河开闸泄洪 造成河北卓州市被淹 一日晚间 河北卓州市开发区附近工厂 还发生毒气泄漏事件 当地因为淹水被困大约60人 在网上发出紧急求援 华北地区近日遭遇 极端强降雨 多地发生严重灾害 8月1号深夜 河北省白沟新城发布紧急通知 要求居民连夜撤离 但群众却被堵在当地高速收费站 要求拿卡通行 导致车辆回堵数公里 引发舆情愤怒 表示这个时候还收费 根本是在发国难财 在中共火箭军高层纷纷落马之际 外船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上将 聚前身 缺席的7月31号的建军周年 纪念招待会 可能凶多吉少 新唐人雅的电视 整理报道 干净世界 零暴力 零色情 响应全美打击犯罪业 周二晚 新兴社交媒体平台 干净世界 与洛杉矶蒙特贝罗市警局 一同响应全美打击犯罪业活动 与民同乐 以此推广无暴力 无色情 无毒害的网络和生活环境 我们随记者去看看 每年八月的第一个星期二 都是全美打击犯罪业 各地的警方都会举办这样的一些活动 邀请邻里来休闲放松 同时也是加强彼此之间的信任和联系 那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有请洛杉矶蒙特贝罗市的警官 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个活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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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魇 你好 story 体约 给你 我们 为什么 这次活动在当地的Henry Aquinier Park举办 日渐黄昏 气温也不那么热了 现场民众们在各个摊位上流连 吃着笑着 好不快乐 这里有一个中英文介绍的摊位 干净World 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你好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干净World吗 可以 干净世界是一个新型的社交媒体平台 就是大家可以上去浏览视频 也可以上去贴自己喜欢的视频或者图片 为什么你们今天会来参加这个活动 今天这个活动是全美打击犯罪业 我们干净世界的理念是给大家提供无毒 无害 无色情 无暴力的内容 给孩子 给家庭 给每个人创造一个干净的网络环境 和这个活动的理念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来参加了 那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怎么样下载和使用这个软件呢 其实这个软件或者说这个平台是非常方便好用的 我们可以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登录到这个平台上面 或者是用这个手机在这个app store上面下载干净word这个app就可以使用了 无暴力 无色情 无犯罪 无毒无害 这真是太好了 希望我们的世界可以早一日变成干净的世界 同时也感谢各地警方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积极打击罪犯 为社区民众提供的服务和帮助 以上是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嘉音 朱利安 在洛杉矶蒙特贝罗的报道 响应世界肺癌日 台南市医疗院所联合宣导防治 每年的8月1号是世界肺癌日 台南市的奇美医院 市立医院与大城医院 联合宣导运用低剂量电脑断层筛检 以及早发现治疗 鼓励有家族病史 常年吸烟的高危族群 踊跃接受免费的筛检 响应世界肺癌日 一直以闲闲易懂的方式宣导肺癌防治重点 大家在胸前贴上肺部造型贴纸 并将贴纸贴在健康术 提醒民众重视自身健康 肺癌是一个隐形的杀手 很多民众常常在晚期才被诊断肺癌 特别是有家族史 以及有重度吸烟的民众更要小心 我们今天活动是提醒民众能够参加我们国舰署 特别为民众免费的肺癌的低剂量电脑断层筛检 透过这个筛检可以找到早期肺癌 肺癌来讲如果是在早期被发现低期的肺癌 它的治疗成功率可以到九成 根据卫福部资料显示 癌症连续41年未居国人十大死因首位 其中肺癌已连续多年蝉联榜首 医师表示肺癌被称为沉默杀手 若能再早期就诊断并治疗 五年存活率可达九成 但若是四期才发现 五年存活率则仅剩一成左右 我们肺癌来讲 第一个是要注意要避免这个烟害 特别是二手烟这些尽量避免 还有第二个就要注意一些早期的症状 比如说咳嗽 喉咙痛 或者是弹力有血 都要特别小心 如果这些症状紧性出来就要赶快来做检查 那第三个就是要注意自己有没有高风险 从2022年7月1日起 国民健康署率先全球将低剂量电脑断层肺癌 正式列为第五癌衰减 一时鼓励民众早期诊断 早期治疗 金航亚开电视史金望林佩云 台湾台南报道 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来关注一下 在大纪元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情况 截止到北京时间2023年8月3日 公开声明三退的总人数已经达到4亿1684万2844人 前一天的声明人数为47295人 以上是今天的环球直击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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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